由記得去年10月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長 前聯署主席白南克彭席 大蕭條始於銀行倒閉的論文摘得桂冠 而現任的聯署官員正在淺行者一研究成果 官方出面為貴谷銀行兜底 防止劑提風險的確大化 貴谷捕雷容易讓人聯想到雷曼時刻 但回顧美國金融市 銀行倒閉潮其實屢見不鮮 特別是1907年爆發的金融恐慌 信托公司與商業銀行也曾出現連鎖性制度 危機過後 政府反思应當成立一個中央決策機構 對金融行業進行監管 美聯署由此應運而生 但誰料到 本來用於防風險的監管機構 如今成為了製造風險的始作俑者 單看貴谷銀行的案例 其自身的確存在客戶結構單一 對沖機制缺失 經營模式激進等諸多問題 但其持有的主要資產 美國國債與抵押支持債券 被公認為是全球最安全的資產 如今卻化身為暴雷道火索 也因此 市場懷疑貴谷銀行指示 廚房裡出現的第一隻蟑螂 其他銀行暴露風險指示時間問題 畢者曾贊聞 金融市場 借短買場 在難做富建議 2月19日11日 指出 40年來每逢經濟下行 聯儲就會降息舊市 久而久之 投資者形成慣性思維 需退周期只要做對一件事 就能發財 借更多的錢 加更高的槓桿 毫不誇張的說 全球市場都在與美聯儲做心理博弈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 美國政府為激活需求注入大規模流動性 加之市場熱炒在線經濟 科網股股值水漲船高 這些企業又欺視貴谷銀行的主要客戶 造成該行存款從2019年底的618億美元 一路飆升至2022年一季度的1981億美元 膨脹三倍有餘 貴谷銀行手握天亮資金 大幅扣入債券已是最穩妥選擇 但美聯儲長期堅持 通脹暫時論 錯過收水最佳窗口期 鮑威爾直到前年底財鬆口承認誤判 轉移激進加息趕進度 此舉如同高鐵全速掉頭 乘客然有不被脫非之理 貴谷銀行就是被脫出車廂的乘客之一 市場利率上升後 不僅手中的債券大幅減值 而且主要客戶 科網企業 估值收縮 增相財源 不斷提取帳戶上的存款 這又加重了銀行的資金壓力 如今市場又開始憧憬美聯儲放水舊市 但這次通脹數據極為頑固 稍有不慎職會失控 收水 大蕭條的教訓警鐘長鳴 放水 大滯漲的風險近在止尺 美聯儲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做一些史研究所說的 副二人 洱